大家好,我是韦佳 我们写的是第二题的 其实使用Balletto 显示各项场景的产量和焦量 并决定如何 该商出货的是 决定了某些产品的采购 那么我们是用这个 quantitative 的方式 那么用quantitative 的方式 意思是锁 用数据化 用数据来补免 减少出货的几率 那么我们这边有大概做了一个 app 三个 是用我同时的那个 smack budget 产品 来做一个chall 可能太小一点 OK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看到图上面有一个 有三个颜色 OK 那么蓝色的呢 我们是在表的 看为 GU 蓝色的 那么 这个orange color 是车脚 那么 suspension 那么最后一个 灰色的 我们是 brake system OK 大家看到吗 OK OK 我们又分 一二三四个quantitative 那么 那么 第一个quantitative 来看哦 那么 是在这个brake system 跳弹坏的 我们是产量是蛮高的 相比其他的两个 OK 那么接下来 当有高有低quantitative 是平均速 quantitative 有点变化了 那么quantitative 最严重的就是brake system 已经是 最低了 OK 所以 从这个brake system 这个chart 来看 所以 可以从中里面分析到 像讲 就是 我们 从年头 quantitative 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 去往这个brake system 的产品里面 尽量去把它增长 那么 其余的都还好 其他的就尽量去maintain 那么 去到 quantitative 这个brake system 这个brake system 这个brake system 是 主要的 应该都是 卖出去了的 所以 产量一定会低咯 那么 到最后 好像你看 quanti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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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 今年里面 这个brake system 这个brake 不是那么的好 爱 所以 呃 就是这样说的 好 各位 有什么可悲